十二 如果众生觉得你说的话做的事 都是他也应该做的 应该听的 就会愿意主动向你学习 也因为实行爱与者的言行 都合乎佛法的标准 所以这爱与也合乎四摄法里的摄 自然能让别人认同你 摄受他人跟随你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爱与 十三 学佛 要亲近有慈心 说爱与之人 正如黎明是朝阳的先曲一样 亲近善事是迈向八正道的先驱 当一个人都与善事为有时 将来一定能培育与发展八正道 十四 佛陆教导有六种顾虑周到的行为 哪六种呢 一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都以慈爱的行为 都以慈爱的行为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二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都以慈爱的语言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三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都以慈爱的信念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四 通过正当方法取得之物 即使仅是报废之物 也应该无私底和圣洁生活中的同修分享 无 再者 应具备 完整 无缺点 无瑕疵 无污垢 能带来自由 有助于禅定的德行 以便与同修们和睦共处 六 最后 因培育能拯救 即引导一个人 做出 断除烦恼的行为的正见 以这正见 与同修相处 十五 休息慈爱 增长慈爱 扩大慈爱 使慈爱成为一切的媒介物与基础 十六 坚持保有慈心 使慈爱成为习惯 使慈爱巩固 通过如此休息 而达到的心念解脱 会有以下好处 一 即睡着时与清醒时 都很安乐 不做噩梦 二 能受到 人与非人者 所喜爱 三 受天神保佑 不为火 毒药 刀剑 所伤害 四 心念容易集中 肤色 晶盈 五 临终时 头脑清醒 即使 没有 进一步 修持 至少 在 来世 能 上身 色 解天 十七 十七 念住 慈心 就能 断除 称恨 念住 悲心 就不会 危害 众生 念住 喜心 就能断除 厌恶 念住舍心 就能断除 感官反应 念住不尽 就能断除 执着 念住无常 就能断除 自高 自大的 我事 十八 放弃了 放弃了 对世间 世事的欲望 一个人的心念 就不为欲望所束缚 因而被净化了 称恨 放弃 称恶念 一个人 就会 洋溢着 慈爱 与悲悯 就会 为众生 谋福利 因而 净化了 称恨 与 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给众生的净土 让众生的解脱 阿弥陀佛 谢谢你 给众生的希望 让众生不彷徨 内心平静 心欢喜 清静 执着 欲望心 寻求 心灵光明处 生命电视 照亮灵 各位 阿弥陀佛 佛陀要我们 看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本来就是 平平静静 充满了 爱 充满了 慈悲的 但是 如果你 失去了你的心 执着的欲望 恨某一个人 很烦恼 那你的心就 乱掉了 你的生命 就黑暗了 所以 各位一定要经常 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会看到你的心 你会找到佛陀 你会找到生命的力量 找到慈悲 阿弥陀佛 画播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赴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理智商等 都可联络各县市关怀中心 另外 如急需探视其他家人 建议可用视讯方式进行关怀 再次提醒 如您正接受居家隔离或检疫 一律不可外出 违反规定最高可处100万 并不得领取防疫补偿金 防疫期间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请大家给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情友支持与鼓励 一定要读《地藏经》 让你了解六道轮回众生的苦 希望各位多读《地藏经》 一定要读《地藏经》 我们虽然喜欢修仪轨也很好 《经》一定要看 《经》是佛亲口所说 而特别是我们大家问到汉人 所以这些华人汉人 这几部《经》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但是基本却很重要 《地藏经》让你了解六道轮回众生的苦 那怎么发佛理经呢 那叫学《地藏王菩萨》这样 承担众生苦 唯有众生都脱离痛苦 我才要脱离痛苦 他来承担 那读《地藏经》我认为很容易读 如果你懂中文 但是要做《地藏王菩萨》 这就是最大的愿 这才是供养《地藏经》 这才是真正在修《地藏法门》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由万多修佞